妳的嘴巴 因為它的油飯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蝦米油飯 然後香腸也很古早味 醬子兩個很古早味的東西搭在一起 很香很好吃耶 再加上那個糯米蝦微辣體味 挖到飽 大家好 我是娜娜 大家敲碗的 十溝一入來了 我這是要自己來花蓮 獨旅 設備升級 很專業 本次的企劃呢就是 我會自己一個人來花蓮 吃飽花蓮的銅牌美食 花蓮銅牌美食 出發 因為我們整理出一份的美食型單 但是完全沒有路線跟順序 就是人家看好心情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那我們直接出發第一站 來到我們的第一站 是一間在地君廟對面的米粉跟 我要一套這邊吃 謝謝 我吃禮 直接跟老闆說一套 他就有這個米粉跟茶葉蛋還有紅茶 他現在看起來上面有加香菜還有肉燥 然後他的米粉跟我們以往見到的那個粗細米粉 我覺得其實差很多耶 他的麵體我比較少見 他一吃下去就是那個胡蘿蔔跟青菜的清甜感 然後上面又吃到一點點肉燥 還滿清爽健康的味道 聽說這邊要必加的是這個 這裡的醋還有辣椒 我們來加一點來吃吃看 不敢吃太辣 加一點就好 麵線加醋真的是才對味 好香喔 然後他的麵線這樣子一段一段的 其實很有口感耶 這份好好吃喔 紅茶這一杯才十元耶 古早味的絕名指路線 然後茶香還滿重的耶 這一杯十元還不錯耶 然後是微糖甜度很可以接受 不會是那種便當店的紅茶甜 欸他茶葉蛋送來的時候泡在水裡面耶 是怕我燙嗎 小貼心耶 小上色 蛋茶葉蛋 味道有差味道蛋黃 微茶香亮 來吃 不是我在說我真的是帶柴包包 我剛剛忘記付錢就走掉 我會不會在花蓮被通緝 可是這一間麵線很原味 然後紅茶古早味 而且好吃耶 第一間讚讚 接下來走來附近的阿貴油飯 招牌好可愛喔 老闆娘應該就叫做鹽玉桂吧 是嗎 這邊彩蛋 老闆你通常會建議怎麼點 小油飯加蛋嗎 這看起來好好吃 這OK 然後最多人點的是這邊 喔好我要香腸 那我這個一份這樣子 OKOKOK 謝謝你 188算你95 算我95 謝謝喔謝謝你 店裡面超可愛的 富富感 油飯超酷的喔 他們是這樣包起來 然後老闆說他懶得洗碗 就是包成像飯糰的形式 有油飯啊 糯米椒 蛋然後有香腸 吃來吃吃看 好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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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油飯是我很喜歡那種 蝦米油飯 然後香腸也很古早味 這樣子兩個很古早味的東西搭在一起 很香很好吃耶 而且再加上那個 糯米椒微辣體味 挖到飽挖到飽 因為老闆很可愛 阿葵油飯它的蝦米比例很高 然後裡面的香菇又滿大朵多汁 然後配上蒜香很重的香腸 還有帶點微辣的糯米椒 完食 不行 因為行李太煩了 我先來開箱今天的住宿 它被譽為是花蓮最美民宿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這個 House of Arome 來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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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冠這邊已進來 調香的墊很漂亮耶 好喜歡牆壁的塗料 暖色帶一點典雅的感覺 這是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間 然後這邊是可以使用的廚房空間 好美喔 我是住在這一間的三樓 叫Room A 然後我們來帶大家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好美喔 我覺得最美可能有喔 給大家看它房間 它房間的色系非常的典雅 然後大家看這圖牆的質感 這裡面都是稻梗 那種南歐的感覺 好美喔 然後剛剛一進來管家 有幫我點了一個擴箱 現在整個房間都是那個精油的味道 然後因為廁所上面那個是石木 天花板跟著都是 整個房間都是木頭的香氣 很溫暖 然後色調也很溫和 我很喜歡耶 房間真的非常漂亮 然後呢 我這一間還有一個小陽台 可以出去 唷唷唷唷 我好喜歡喔 我的天啊 很趣喔這一角 這間民宿不是做多樣子 它是真的很有細節 不管是擺設啊還是室內空間 甚至到床包啊備品等等的 都非常有質感非常有細節 好的 吃了這麼多顯示 想來吃冰 聽說有一間很可愛的冰店 這邊有個小鐵道過來 新地 它有個很可愛的小走道 然後是走上去的二樓 欸二樓很可愛耶 是一個老宅 喜歡喜歡 鄭重我心 裡面的空間 長這個樣子 好可愛 它是磨獅子地板的老宅空間 然後就有一些古董家具啊沙發啊 整體的氛圍很可愛很輕鬆 一吃的是這個桂花蜜酒釀雪花冰 來了桂花酒釀雪花冰 跟它附一個麻糬 然後這個麻糬還是熱的 總共有五顆 它的高度跟份量 比起外面的雪花冰 好像沒有到那麼的高 我來試試看 哇 你看它後面滿滿的那個酒釀 好多喔 很古早味 是帶那種酸味的酒釀 可是它不會很嗆 是溫和的 我來搭著冰吃吃看囉 很好吃耶 雪花冰可以這樣玩 我最喜歡的是它那個糯米 每一粒都吸滿酒釀很濕潤 然後再配上雪花冰的奶香 還有上面的桂花蜜很濃郁 口感非常協調非常適合 歌花也好香喔 可是我覺得它甜度真的比較高一點喔 有時候要練七分糖到全糖之間 再搭搭看芝麻這樣子吃 芝麻還是熱的軟軟的 好好吃 那麻糬還是熱的 然後碰到冰冰的雪花冰 那樣子交錯的口感 這本很好吃耶 非常推薦大家來花蓮吃起來 完食 我好喜歡這一份 介紹給大家 感謝花蓮朋友推薦 這件很好吃耶 接下來下午茶我們來吃 來花蓮飲料排隊的炸蛋蔥油餅 來了燃車炸蛋蔥油餅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罪惡到不行 它做法是蔥油餅皮跟蛋啊 然後它是分開炸的 然後最後呢再把它合體起來 保留中間的半熟蛋黃的蛋液 整個油超深的 然後那樣餅皮在裡面炸 零食餃都被炸過耶 我一定會加那個辣醬 因為蔥油餅的辣醬都不太會辣 就很香 炸到裡面這樣 空氣感非常油香 吃這個太壞了 久久吃一吃就不能每天吃 身體會壞掉 好香喔 大家看一看一看 中間這樣子半熟的 整個很濕潤又爆漿 其實我覺得藍車跟黃車都差不多 兩間都吃過 可是後來吃一吃就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比較習慣吃黃車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今天在吃藍車還是好吃啦 接下來呢來花蓮一定要吃的是包子 但是呢這邊有兩間 一個是公正一個是周家 然後他們各有擁護者 因為我們平常每次來都是吃公正 我想說那這次我再來吃吃看周家怎麼樣 來吃給大家看 內用直接進去嗎 對… 謝謝 好熱 來了我點了兩個小籠包 它一樣是包子路線的 大小這樣子 整個是我第一次吃周家 我們來吃吃看 皮算有厚度路線的 但是我覺得它厚不會厚到讓你覺得乾或是餡料少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比例也還滿剛好的 其實我是喜歡的耶 因為我本身是個愛吃包皮 我本身是滿愛吃這種包子皮的這樣子 對啦我也愛吃包皮 但是這種包皮我也喜歡吃 那些裡面算偏甜的味道 我還滿喜歡的呀 然後餡料也是滿多的 我覺得比例很剛好 因為我其實沒有在很追求什麼 皮薄肉多什麼 因為我覺得包子的皮很好吃 然後它有兩種甜 一個是包子的那個澱粉梅的甜 另外一個是肉香味的甜 這樣的和哉 喔 周家我還滿喜歡的喔 謝謝 謝謝